近日,女星董捷在社交平台更新了一段自己在家做手工的视频 董捷13岁儿子鼎鼎也罕见露面 奴子俩的侧脸真是长得一模一样 儿子长相帅气逼人 看见妈妈在做手工饼干 一旁的鼎鼎也想试着去做一做 从妈妈手里接过裱花的工具 自信心满满 从画面中看到 鼎鼎虽然才13岁 但是身高已经和妈妈差不多了 站在妈妈旁边也是个帅气的小伙子 在做了几个饼之后 鼎鼎没有了之前的自信 拿着几饼干的工具说也太难了 看着妈妈上手挺容易的 自己做起来还是有点难度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一看就会 一学就废 但是鼎鼎做的几个也还不错 造型很有艺术感 做完之后的母子俩 把饼干送进了烤箱 之后的两人一起坐在椅子上 品尝刚刚自己做的饼干 鼎鼎一把手搭在妈妈的肩膀上 罗子俩相互依偎在一起 画面十分的温馨 帅气鼎鼎的出镜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好多网友都在下面评论说 鼎鼎简直太帅了 还有网友说鼎鼎完全遗传了妈妈长相的优点 有点像小号的羊羊 不论像谁 都说明鼎鼎已经是个大帅哥了 儿子鼎鼎是董杰和前夫潘月明生的孩子 董杰和潘月明相识于2005年 两人拍摄电视剧红衣房而因细生情 三年之后 两人承认恋爱 并于同年9月举行了婚礼 第二年就生下了儿子鼎鼎 但是这段感情没有维持多久 之后潘月明就被传出婚内出轨 两人的婚姻也遭遇危机 之后董杰向法院起诉离婚 但是法院方面一直无法联系到潘月明 这段婚姻也就一直搁置不了了事 如今41岁的董杰 自己事业有成 出演的电视剧正在热播当中 而自己的儿子帅气又体贴 经常为妈妈分忧带去很多的欢乐 即使是自己的婚姻没有很圆满 董杰也十分享受当下的生活 没有被世俗所纷扰 一直在安心过着自己的生活 希望母子俩未来能够更好 请不吝点赞 Politik